在五尖寮排水溝被發現500多隻 另一處在大城北段海堤 大約有30隻 動物防疫所接獲通報 先採檢體送農業部獸醫研究所化驗 要查是否染上禽流感 轄區是水利資源處管理 他們也派車到場 打撈總數大約580隻的死鴨 動物防所派出的消毒車 在周邊仔細消毒環境 採樣過程當中 我們也發現這些鴨汁都算是沉鴨 就地緣關係來進行了解 至於說如果亂丟這些動物屍體的話 我們會依據動船條例 來採划5到100萬的花環 根據了解3月初 彰化才有土鸡場爆發禽流感疫情 3月6號撲殺了9674隻的土鸡 3月21號再撲殺19000多隻蛋雞 23號則被發現有500多隻 遭人遺棄的鴨子屍體 動物防所說在發現地點方圓一公里內 有5家合法登記的鴨場 他們會逐一去追查 這些遭遺棄死鴨來源 不過為什麼不通報 動防所推估可能有不合格養鴨場養殖 怕被發現不敢說 或者鴨場內有局部的鴨子死亡 怕通報後會遭滅場 不過亂丟死鴨也怕污染影響附近生態 目前已經同步報警追查 到底是誰遺棄這些死鴨 另外在家禽交易行情方面 正翻鴨或土翻鴨 目前價格沒有受到活動 TVBS新聞陳志中 廖文翰 紅草倫彰化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